各位网友大家好 又到内地猛料的时候 我是Okey仔 今天有些什么内地新闻呢 会和大家跟进几单消息 一单消息 就是有中国消费者被 欧洲知名全球知名品牌歧视 还有 在内地 拿钱竟然需要派出所批准 这件事件成为热手 为什么呢 网民听到 很扯火 另外我们会和大家一起看看 我们的国家未来的同僚 年轻人竟然现在 涌入了一些养老食堂 吃平家饭 炼家饭 和老人家争饭吃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很多新闻 讲讲台湾 台湾现在出现了一宗恐怖的大火 在生不死 土城区 一栋七层楼的住宅 就发生了大火 这一宗大火造成三死 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和大家看看 根据台湾媒体指出 当地消防局凌晨三点多接报 这段时间也开始睡 睡得很丟 这一栋楼七层高 四楼着火 烧到上顶楼 最后四点三十五分 火势被消防人员撲灭 起火单位是一个姓李的男子家 一家五口 屋主父女两个人 由消防员引渡之下及时逃生 但不幸的是 58岁屋主的老婆 26岁的儿子 和29岁的女儿的男朋友 三人不幸 报导指出 华尔 四楼屋内原毅用的 充电锂电池爆炸 屋主曾经想着灭火 但起火速度太快 够不懂 现场有四粒锂电 由凌晨十二点多开始轮流 不停拆 根据当地的村长说 事发的时候屋主见到着火 一紧张落水泼 锂电一碰到水就爆炸了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要进一步来清 很多时候都是深夜叉电 我相信大家都是 电话 充电宝 有时候相机 各样东西 全部都是 晚上睡觉 因为你没理由坐在那等他 这些时候最危险 万一过热 突然之间 热手了 睡着的味道 你能察觉不到 睡着了 所以 充电的时候 是绝对要提防一下 另外也要看看 之前在青岛 有位八岁男童 竟然被一位武术教练打死 还硬着教练 把这位八岁男童的围体 摆在椅子上 拍照扮没事 这事件就判刑了 究竟是判什么刑呢 我们一起和大家看看 案件在日前的青岛中院一审公开宣判 三个被告人当中 两个被判无期徒刑 一个被判换刑 宣判之后被判无期徒刑的被告 张延宾 李凯丁就说不服 提出上诉 为什么不服 被告张家豪也表示 他不上诉 受害人 南童的亲属就说 对这个判决结果不满意 提出抗诉 大家都不满意 当时这件事件又看到闭路电视的时候就知道 原来 小孩在一个 武术运动俱乐部被教练独打致死 明显是真的打死了 但教练依然摆了上去 把椅子上拍给 家人看 没什么 摆明是想掩饰 杀了人 这件事件 根据法庭的判决 就觉得 违背国家法律 以暴力手段 嘔打 这位男童身体致死亡 所以两个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而且对微成年的学员长时间嘔打并且滚绑 犯罪情节恶劣 手段残忍 后果严重 危害 社会 都很严重 所以就依法情处 这样 但是不服 他觉得不是他打死 他觉得一个小孩本身有病 受不了 大人 重手打下去 所以有时候 火遮眼 无情力 尤其是习武者 不是用武力解决问题 习武者有时是习的心 好了 接着看看下一宗新闻 这宗新闻 说到有国际知名品牌 歧视中国消费者 这件事件引起热乱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 是否真的 歧视他 还是 歧视中国 我们先看看 根据内地媒体报道 有位杜先生 在2019年 用了一五万人民币 在意大利买一款LV 包包 用了几个月 肩带 就开始甩 因为当时疫情 这位先生又无法 出去维修包包 去到去年 解封之后 他把包包送到深圳的门市 但是跟他说 要 2400元 为收费 好了 2400元 弄吧 弄好他也好 对吧 略竟都用了一会儿 知名品牌包包 品牌啊 LB啊 杜先生同意 这个 费用 但是弄了10个月 弄也弄不好 还没弄好 好了 奇怪啊 但是呢 说到原来他近日 去了北欧旅行 带着个包 问一下当地多家LV门店 就说 你这样啊 有点整啊 不用钱 咯 他心想 不是吧 这么奇怪的 我 把包包搭飞机 连人带包 去了欧洲 就不用钱 竟然在国内深圳门市 就要收我2400元 根据瑞典一间店 分店的店员有说 其实根据这个情况 他的包可以免费维修 甚至乎可以帮他 和中国的LV售后服务协商 大琪就奇怪啊 说到LV中国售后服务人员态度仍然强硬 说到要整就要付钱啊 好了 哇 真是歧视 奇怪啊 不是歧视这么简单 是奇怪啊 外国那些就说没问题啊 你回去国家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回到国家就想着用这个论调 去跟别人说 别人外国那些分店要付的 不用钱啊 但仍然态度强硬 最后就要投诉上平台 就说LV歧视中国消费者 我觉得到这个位置 他这个说法就不是说 真的是LV的 你是不是中国分店 哪一间分店 你欧洲方面没有这个东西的 欧洲没有歧视你 这件事件让大家热烈讨论 很多网民认为有很多品牌 去对待中国消费者 有一种 叫做 不同 双重标准 不抵制 他说不根本没用 其实 很老实 我觉得会不会是 他们自己的制度 国内的 国际品牌 你有分布 在内地 到底那个制度 谁来定的呢 是不是真的是LV 还是亚太地区 或者中国 这个 支部 所来定的呢 这个会不会涉及一些外国人 所以 我可以说完全是歧视 如果我一半半 那是没帮衬 最好 买什么东西 买回国家的LV 就好了 对了 另外也看看 这件事 挺重要的 就说 话说 青岛 某个街道办 就说 恶意不买楼 一律 就找你聊天 什么叫恶意不买楼 近日 在微博 抖音 等等不同的平台 有网民发布消息 就说 青岛街道办 将居民买房 纳入考核 凡是 你有钱 银行有钱不买楼 全部都抓去聊天 不是吧 真的吗 这么夸张 有钱不买楼要聊天 哇 那就糟了 有人就说 我宁愿没钱了 宁愿做困窮 我一定要买楼 人家只有一个 难道你叫我一家四口 拆散四家屋来住吗 没可能的 这件事不是真的 这么夸张的 根据官方的部门查核 原来在2024年 青岛没出过 街道办 把居民买楼 纳入考核的情况 这个是属于谣言的说的 这样就好些 谣言 是不是 只有一个呢 这个 又是不是谣言呢 拿钱需要去派出所问了 啊 不是吧 拿钱啊 和派出所有什么关系 有人找钱我 我放入银行 收息 我去拿钱 现在竟然要先去派出所备案 哇 真是 瘋个河马 真是瘋个河马 那件事 我们一起和大家看看 这件事是怎样的呢 话说在吉林有网民就说 他妈 想着 将放在吉林银行的存款转到另一家银行 他不是拿出来自己花 他拿出来放在另一家银行 好了 是不是很大额呢 一千几百亿那些 那当然了 地震的脚震的 喂喂喂 什么事 什么事 我们服务不好 还有一次据拿出来的钱 有些银行是这样的 大户 一转走钱 很紧张 但是他说不是 很少钱 十万都没有 十万不到 算什么钱 我看来 有些伤体节目 对呀伤体节目 有些叔叔 被主持人问 你又有多少存款 然后 叔叔 不太方便说 在这个禁大庭 还说我有多少钱 然后主持人问 有十几二十万有没有 然后叔叔说 什么呀 十几二十万算了什么钱 他就说 霸气尽然 反映事实 十几二十万 何况他十万都不到 带他去银行 做什么呢 两个人 网民和妈妈一起 拿出银行卡身份证 这些证件 就去了吉林银行某个分行 想着拿钱的时候 银行就跟妈妈说 你要去派出所 派出所入口 你才可以拿钱 蛤 不是吧 竟然要派出所 真的啊 是不是真的呢 他就说在这个银行等了很久 最后等派出所 审核成功 才能够转账 内地的媒体 就问一下 这间分行的员工 就说原来 拿钱两万 需要向派出所 报备 派出所对客户 账户核实之后 就可以拿钱 是核区的派出所要求 不单止 吉林银行 全国有很多银行 都有这个相关要求 派出所也回应 居民有拿钱的需求 需要向银行 讲明用途 详细资料 工作人员 核实之后 才可以拿 但是 吉林银行的客服就说 不知道 这个 会不会是你们 那一区才有这样的 这样 当然 会不会是 有人就觉得好事 就好像 河马事件 突然之间你老伯 拖着一个女人走过来 说要把整副身家拿走 银行当然有所警惕 怕你会被人拔 又或者一个老人家 无端端 那块钱一直在生息 突然之间说 不要了不要了 停了停了 罚也好 我都拿出来 看他 咦咦咦咦咦 回来不了 他去哪 银行难你 也有所 即是合理 因为担心你被人骗 这些 其实这些事件是有的 是的 因为 电骗太多 但是 也有些网民说 存款志愿 提款自由 存款有息 是银行 你搞这个储蓄业务 基本的东西 怎么搞错 有人就说 我的钱我被人骗 我喜欢 这个 又有少少 斟酌的位置 你被人骗 骗了整副身家 很惨 你的事 有人说 超乎我的事 但是很多时候 要国家帮你 撿手尾 要社会帮你 撿手尾 你一窮二霸 那时候你吃谷种 你没饭开 又是要找人 帮你 又要找人接济你 所以 其实某程度上 你为什么预期 你不要理我 骗了我都好 我心甘情愿 这些没得这么说 所以 有人就觉得越来越厉害 越过了世界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平均的 但是这个平均 两万元里面 好像 太少了 现在 有很多内地网民就觉得 这件事 究竟谁装谁 都分不清 谁是钱的 主人 这么说 你没理由担心我 另外也要关心我们国家的未来栋梁 我们的 国家的年轻人 为什么现在冲进去 平价养老的饭堂 跟老人家争饭吃 是不是真的集体躺平 你想想 好像在香港 突然之间 大量人 其实也有 你现在也是 你吃两个饭 每个人 宁愿吃两个饭 平时吃两个饭 一到假期 回北上消费 比较中高级的餐厅 就少了很多人 这到底是什么事 新一代现在 究竟是什么 我们一起 和大家看看 在北京城中心区 说到三五成群的年轻人 有说有笑 一起 融入了一个社区养老饭堂 那些养老饭堂很便宜 究竟有多便宜 8元一份 油墨菜 15元一份 水煮鱼 18元一碟 回锅肉 还有不用钱的 番茄蛋汤 物价差多远 你想想吃一份菜 肉 20多元 还有汤饭 那份回锅肉 可能是很大盒的 十几款菜式 一字排开 年轻人和伯伯 一起排队 高峰时期 队伍一直伸延到食堂外面 有位年轻女 上班族 她说 一个星期五天 她在养老食堂 粗饮粗食 三菜一汤 21元 比吃外卖好 前面 又或者是吃斋 又或者是吃 白斩鸡 贵 贵很多 人家 我们这里多便宜 你们都是 白领 写字流上班族 为什么现在 一群白领占领 养老食堂 就说 近一两年 就业环境不理想 大家以为 穿着白领 很厉害 赚到两个钱 其实不是 他们收入跌了 再加上 大家现在生活节省也改变了 很多年轻人都没有空煮饭吃 不空煮饭吃 大多也要吃 于是就去吃这些粮食饭 根据新华社的报导 在二三年全国社区食堂有六千多间 不是 单单在广深等这些一线大城市遍地开花 成都武汉 西中部城市也有这些 所谓的粮食饭食堂 原先 这些食堂是想着方便一下 那些小区的老人家 可能他本身 走路不方便 没有空买菜 又或者不可以整天自己煮饭 用一个很便宜的价钱 去给他们吃 但是你没办法 怀念那个锅也是煮开的 你煮得多老人家吃不多 那些菜就拿来丢 对不对 所以于是他们拉回成本 就向年轻人都开放 是这样的 所以他说现在没办法 现在全国都是这样的 你问我算不算划算呢 如果你不是太 其实你想想三个人 叫三个菜 土豆丝12元 吃的那些咕噜肉25分 25元份 鱼香鸡丝17元 三个人 加起来 50-60元 平均20元 对 对 其实也真是值得 加上现在越来越多 因为省钱 其实也能看得到 现在这个环境就变成 大家都是要省省省省 其实另一方面 也可以看到 现在 我们的新一代的 年轻人 他们 注重的是性价比 无实消费理念 其实很简单 就是找不到钱 有钱的 他20万一个月 他会不会走来 跟你欠15元饭吃 他未必有空 跟你欠15元饭吃 我去外卖 时间就是金钱 当你的时间 发现都不值钱的时候 你又开始 就会向不停在那里 省省省省 其实每个人的时间 都很值钱的 很高贵的 好了 接着 你也看看 深圳老牌地产公司 爆雷 麻烦了 又出现了一些 倒闭事故 在内地的媒体 就说 在深圳 龙华文字 天湖 祷花圆 涉事的 中宏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和深圳市 营水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部分受影响的人士 就说 去了营水房产办公室 的大楼 维权 就说 在这些 老牌地产公司 三个小时 炒了所有员工 这件事 引起大家关注 为什么会搞到这样 突然之间 所有人 一家公司 四十多人 地产公司 全部都炒了 有 为什么会无端端炒 公司 写着通告就是这样 受到大环境影响 公司经营遇到困难 没办法 这样 公司不得已作出 营运调整 根据公司决定 引进合作方 公司需要 裁减现有 各部门的员工 以便顺利合作关系 你炒了人家 你炒了你自己的员工 那你就跟人家合作 那你这家公司找谁帮你做事 不合理 这当然是藉口 这些人可能会卖盘 可能被人夹了 接着 所有部门被人裁了 新的合作公司 可能他找人空过来取代 很简单 看得到这个情境 真的难 难上加难 难找食 好 接着看看 现在这一宗新闻 挺夸张的 根据 内地媒体 现在出现了 全国多省 维健委主任 被查 哇 夸张 在今年6月 只是头这十几天 已经有 这个月的十几天 刚刚那十几天 有多名医药卫生系统干部 医院院长书记被查 其中包括陕西省卫健委员主任刘宝琴 和贵州省 卫健委党组书记 杨慧等 因为涉嫌严重违法被查 那么多不同的 系统干部 医院院长被查 究竟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涉及一些药物 或者会不会跟之前 疫情期间 有一些做得不好的事件 所以现在就被查了出来 原广东省 这个卫计委主任陈元胜 等等 还有这个 省中医药局局长 都全部近日都多人被查 在珠海那边都有 全国反贪腐 究竟发生什么事 现在是一个 内地 医疗系统大震撼 大地震 到时可能再看看官方 有什么详细公布 因为一次过 就公布了这么多人落马 一定是不简单的 另外 也有位广州妇人批评 广深 广深港 广州深圳香港 跨境车票 退票标准 和内地高铁不一样 为什么 什么事 大家 北上 买车票 通常是12306 买的 但有内地居民反映 12306买车票 由广州东来香港 广深 广跨境车票 由于行程有票 需要取消车票 但是最后发现 距离开车 还有42个小时 竟然要收我50% 退票 和国内其他高铁车票 不同 觉得 不行 这样 这样 现在 当局就解释了 因为是港铁公司负责的 所以 退票 手续费 会比较贵的 这样 现在 港铁是什么 不会 不会的 应该没事的 是的 退票也要收 这么多手续费 一会儿被人骂死你 真可憐 不错 下次就不光顾 很简单 有人说 好 另外 也要看看 现在的诈骗案 小心 有位老夫妇 内地老夫妇 说 差点 更加出现了 仿佛警察的诈骗案 在杭州西湖 有一对王姓夫妇 接着一个视像电话 穿着制警服 拿着警官证 说是浙江网管局的人 更加大爆 这对王姓夫老夫妇的地址电话 假冒警察就说 你的身份被盗用 要求 麻烦当日 1点钟 赶到去 网监局配合调查 否则会凍结所有电话卡 好了 奇怪 当这对 客厅在打掃的 保姆 听到 不对劳 就问 照顾这对老夫妇的保姆 就问 那个所谓的警察 你说你是浙江网监局 打来的 为什么有说话 广东话口音 不是吧 是这样的 是的 你真的 我们听了很多这些电话 又说 香港日警刺打你 打给你 有很多轻音 为什么 你说也没说得正 不好玩 香港 要是英文 要是说广东话 你不要半淡淡淡淡 然后又扮 扮警官 像我们一哥说的 100% 是假 给他算了 希望大家 真的留意一下 好 那今集时间 说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